依旧是来自马努考区有关儿童方面的一条资讯 在南奥克兰孩子们正在注册一个特别为他们设计的 将有数百名儿童参加的马拉松项目 和马努考区的体育工作者紧密合作 Kids马拉松项目将发动200所学校的4万名学生参与 组织者预计注册阶段参加人数将增加到数千个左右 这个独特的项目鼓励7到15岁的儿童 能够在8到10周内独立跑完一个完整的马拉松 42.2公里的路程 这个项目的目的在于由课堂和家庭教育相结合 既有锻炼价值也能培养孩子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 马努考区拥有全国最丰富的民族结构 包括新西兰最大的毛利和太平洋人口 同时这个区的儿童肥胖率也是全国最高的 奥克兰市长林布让也表示了他的赞赏 林布让说Kids马拉松这个简单的计划 激发了成千上万的学生 不仅有利于社区也有利于家庭 每一个完成计划的孩子都将得到一张证书 同时每一个跑完最后一英里的孩子 还能奖励一枚奖章